请说出您的诉求 我呢 很久呢 联谊不到归宁了 这个养老金的在他手里拿着 他呢 用我的钱又买了房 等于现在我没地儿住 我也联谊不上 就请这各位专家给我想想办法 让我老有所为 老有所生 张先生来到栏目组求助 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 女儿几乎断绝了与她的一切来往 不接听她的电话 也不肯与她见面 而就在录制之前 张先生再次试图给女儿拨打电话 但依旧没有回应 好 您拨打的电话就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这女儿跟您多久没联系了 从这个16年年底呢 就是说她就没跟我联系过 我打电话呢 对方都是无法接通的感觉 发微信呢 基本上就不回 回呢 有时候一看这个语言呢 也不对 说的话我觉得不像我女儿说的话 等于呢就是处于一种失联的状态 所以说呢 在这个当中呢 我就一直无助的状态 就是说你联系不上 电话一次没打通吗 就没跟你说话 打通 只有回短信 短信都很少 那就证明还没换好 目前看是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她拒绝接电话 就是一个 女儿现在生活在哪个城市 在北京吗 是在北京 那女儿房子买在哪儿 你不知道吗 知道 去家里找孩子呀 我这不是到这地儿去吗 从没有开过门 要钥匙也没给过要 那到底屋里有人没人 然后呢 敲了几次 我听过里有声 后来我也找过这个物业 就想进去 始终也没进去过 开开呢 就是她妈 就说 说你到时候干嘛来了 孩子的妈妈 不就是您的妻子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 离婚多少年了已经 04年 那到现在十几年了 那女儿下班 也总能等到她回家吧 我在周恩的旅馆呢 我住了很长时间 就为了堵她 碰上过一次 女儿是吗 我说 我说这个手机号换了吗 她说没换 她说今天我有事 我跟你聊不了 我得马上走 我说你要是这个手机号的话 我打电话 你一定要接 因为不沟通 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你也这个语气跟她说吗 就这样说 照您这么说法 这女儿就是毫无来由的 不见您了 是 我当时呢 也觉得特别 蹊跷 对啊 因为当时呢 你看她的一切都很正常 突然间的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就听到这儿 就特别好奇啊 您和女儿之间 发生了什么吗 由此看来 妇女两人的关系已降入冰点 那么张先生和女儿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断了联系呢 张先生在最开始的诉求中 提到的房和钱 又和女儿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呢 因为呢当时呢 我退休时候呢 住的是单位的宿舍 我退休以后呢 就想改换一下环境 把我原来住的这个房卖掉 卖掉呢 这个钱肯定都是我的了 因为我的房啊 后来她就前前后跑这事儿 因为我们这代人都是独生子女 就是一个 她这个来回跑呢 我也挺心悦的 这会儿她提出一个问题 说说这个房能不能改成她的名字 改名犯犹豫 我确实犯犹豫 后来呢她说了 我负责您养老 养老中生 现在我们这边就一个孩子 出了这个了 改就改吧 那是哪一年 那是16年年初 你的意思就是16年 你们办房子的时候 关系还很好 那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否则你也不会同意更名 对不对 后来买房子带我去看了 跟我说你住哪间 是吧 她把你怎么装修 这个鞋当时我们都定了 我说您就不用跑了 到时候我就办 您有空要看看 不合适的我再改 16年10月份吧 我再跟她说要这个房门钥匙 就联系不上了 那你刚才还提到了一笔退休金 说女儿拿着 一共是40万 40万 那干嘛给女儿了呢 不是给的了 我退休的时候 跟她说得很清楚 我说这个 我退休的住房基金这一块 就是我的养老金 和我的旅游费 在60岁以前呢 咱们工作 没时间玩 有时间玩呢 有时候这钱也不允许 所以说这次呢 退休了 我拿这公积金呢 当我的差礼费和养老金 这样呢 寄给孩子减轻负担 我又是合理利用了 当时呢 我没有矛盾 因为我这闺女啊 我觉得挺好 也是在这1516期间啊 她就跟我一次就聊 她说 爹 你看你这个钱 是吧 搁在银行里头 也没多少利息 我给你拿炒基金点 完了以后 这个本啊 基金啊 炒的这钱 都是你的 她说我一定给您保本 后来她一磨 我就想这孩子也不是坏意 当时到时候完了以后 您什么时候用 您说 我就给您 那她拿走这一两年期间 她给过你什么利息啊 或者告诉我 就到今天 我追着她要 一个找不着人啊 发短信要 连影我都没看到 张先生的这段描述 让人更加疑惑 一个曾经懂事的女儿 如今却做出 躲避父亲这样的行为 隐瞒财产的行为 这其中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张先生和女儿之间 是如何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的呢 照您这么说法 就是您的女儿啊 前后也太不同意了 这为什么 她肯定得发生点什么呀 在这个问题上来讲呢 特别近期 我闺女给我发了一个 长篇的语音 几十分钟 八九十分钟 说了什么呢 为什么 她对我这个态度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发生这么大变化 为什么呀 我可以告诉大家 她提了几个问题 她第一个问题 她讲什么呢 我这人有作风问题 拿家里钱去搞女人 此时她不给钱 当时我一看 这闺女都这么认为我了 这肯定就是一个问题 其次来说呢 钱这个事 她只字没提 她重点呢 就是罗列这么一个问题 好 女儿第一条 对您的私生活不满意 后面还有什么 她对您不满意的 她说了 你不要给我提这个房子 也不要提钱的事 女儿不是要给您养老 认为这房 就是您出钱买的吗 她怎么又突然变卦了 让您不要提房的事了 我就觉得这个反差特别大 就不像她说的 但是语音 你能听出来 是不是女儿的声音 是 是她的声音 是她本人的声音 毫无疑问 我觉得她这个说法就是 不是我了解的那个人 您刚才说了 去了发现前妻在 您有没有觉得 这事跟前妻有关系吗 您到底怎么想的 确实我有想法 孩子对我的转变 是吧 这是不言而逆的 张先生的言外之意 似乎直指前妻 他认为 女儿的态度和行为 先后有如此大的反差 尤其是女儿对自己 人格如此评价 都是源于 她与前妻离婚事件 因为从那之后 女儿与她的关系 便一落千丈 那我想问一下 离婚的时候 女儿多大呀 怎么也到这十多年 那时候女儿也二十多岁了 她知道你们俩离婚吗 她什么时候才知道 我们离婚呢 是我的问题啊 没讲啊 在我们卖我这套房的时候呢 人要求呢 女房子有关系的人签字 中介 就把我爱人叫出去了 说这跟你没关系 你们是离婚的 这个时候呢 女儿才知道 她倒没翻车啊 站我后边问了我一句 老爸你们这离婚了 我说是 没跟你说过 我不太能理解啊 你比方说孩子小 还上学 或是可能青春期 有些家长呢 没有告诉孩子 这个我们能理解 你们怎么能瞒了她十几年 不告诉她 你们离婚的事呢 当时啊 就在她没知道这件事之前 我们还都在一起 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 就是离婚不离家 自从她知道这件事以后 都分开了 那你们就出于什么原因 谁提的离婚啊 因为当时呢 0304非典期间 那会儿呢 我在下海个体做买卖 我出去保这小家 离了 您的意思是为了保全家庭财产 以后没发生这事 大家复婚不就行了吗 因为你们是为了 是啊 完了拜付的话 她不跟我复了 为什么她不跟你复了 我也不知道 大约过了几年 你第一次提出复婚 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因为什么呢 那会儿非典就平稳了 我说咱们复婚 她不同意给你复婚的理由是什么 跟我说 等两天 我不可能天天去睡觉 为什么要等两天 是 我也说不清楚了 你们那时候还同居吗 那我还在一起 你有新的感情吗 没有 她有新的感情吗 没发现 你们双方都没有新的感情 关系还是很好的 结果她就打死都不愿 给你复婚 后来呢 你知道我多次要求 没有实现过 我就对这事起疑心 所以先生 你看是这样 就是您的好多说法吧 不符合常理 您都说服不了我 包括女儿为什么发那样的短信 指责您的私生活 如果女儿知道了 您十几年前就离婚了 您选择新的感情 那也不成为女儿 指责您的一个理由 是啊 那就成事实 这不是好罢了 她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啊 您的这个很多的回答 让我们觉得疑问很多 疫情药只浓缩二两膏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疫情药只浓缩二两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红牌贵龙药膏 女儿的态度究竟缘何而起 她用了一些很糟糕的词 来形容您 女儿又会对张先生 有怎样的评向 我把所有的声音都证实了 全部都是她在说谎 是什么让妇女关系 走到今天的地步 三年多你没理过我 而且我巴掌上门找你 你还不理我 请继续收看 背前隔断的妇女情 我们的记者呢 也跟您的女儿 一直在取得联系 希望今天在现场呢 能和你女儿有一个连线 但是呢 她拒绝我们现场做采访 但是女儿的两个回答 让我们完全出乎意料 太丢人了 有这样一个父亲 我惊天地气鬼神了 我都无语了 我的人生观 已经被她改变了 张子说瞎话 我觉得真的说实话 她已经让我觉得 颜面扫地 我无地自容 我想问问 您一直强调 您和你女儿关系特别好 对吧 您刚才说了 女儿给你养老啊什么 是的 因为女儿对您的评价 出乎我们的意料 她用了一些很糟糕的词 来形容您 所以我不知道女儿 为什么会这样来点评 您说的关系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父亲 邓师傅 16年以前 他不知道我们离婚的这个情况 嗯 可以讲 这个人和 以后他知道这事的人 不是一个人 我认为 特别到后期 那跟这原来真是不一样 为什么 嗯 那他肯定知道啊 我要想说知道的话 只是猜测 嗯 他知道就是真实 说我这伦理道德 有问题 完了我就乐 什么叫伦理 你是我的闺女 咱们再什么都不说 小孩看老人 这算其中一笑吧 三年多你没理过我 而且我扒着上门找你 你还不理我 这叫什么伦理 这么说吧 从我参加工作到我退休 男女作风问题 多次审核没有 所以说 归宁说我这些事 我真正弹指一下 这是归宁说的 可是他怎么能知道呢 不言而语 对于女儿对自己的评教 张先生虽掩饰着无奈 但却再次强调和暗示了 前妻可能从中起了作用 那么在这段关系里 女儿真实的感受究竟是什么 他又会对此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我爸爸之前跟我说的所有家里 还有包括他当时现状的事情 说的跟我母亲说的都不一样 如果放在你 你想想 你爸妈各自一次你怎么办 我整整跟了我爸一年 我天天开车跟来到后面 我把所有的事都证实了 全部都跟他在说谎 我给了他无处几个机会 但他又一次承认了 诚实了告诉我 我所有的事都可以承认 因为这是我爸爸 他怎么我都可以原谅呢 女儿是说他是有证据的 他是看到您了 也拍到了 是 你们离婚十好几年了 你就有女朋友怎么了 对啊 为什么生怕别人说 你外头有新的感情 多奇怪啊 我跟你说啊 到今天我都没考虑这件事 为什么你前面弄不立了 有当裸官的 我这不称裸老头 谁要这样的裸老头啊 打铁要自身硬 我不怕人说什么 他就是恨我 现在他无非提的就是两个人 说仨人都开玩笑 我不是那种人 说最后就这女的 我怎么修房不在 住人家呀 怎么着跟人家去 他爬人门份啊 什么去这个摄像啊 那有没有这个女朋友 是女朋友还是什么呀 不是 是这个人呢几年前我在派尔尸所的 时候他给他们家外上企认购号 认识我的 等到三十多年以后 我一个朋友他儿子结婚 我们去了 末后说有一个人你认识吗 把他叫过来 就这么回事儿 我们才认识 您说我能怎么着 我就爱说这个 而且這個東西我這個人有個毛病 和這什麼認識人絕對不搞對象 我從來沒有 可以說這麼多單位 我什麼說嘛 您去查的 有作風問題嗎 貪污嗎 您去查 我們這代人活這個年齡不容易 自己對自己負責 你的女兒根本就不是生你的氣 有沒有女友的問題 你找不找你的新感情 你的女兒她沒權力干預 她生你氣的一定是 你對她母親的處理方式方法上 她對你不滿意 我承認 她覺得你欺負了她的親生母親 十好幾年 對 就是你們的關係 如果是很深的很牢固的 彼此是非常信任的 不會是因為這個 她就突然就給你破裂的 所以先生您看 要想化解矛盾和女兒解胎矛盾 您也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您思考一下 那還有一個 我們記者也問到了關於錢 關於房 房子是我自己才買的 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 她現在跟您說的 所有的話都是謊言 我所有都是鐵正如山 這點我可以去法案上提交 她認為 但很多事情 該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 比如說她給了我一千萬 那我就得還她一千萬 你明白嗎 雖然她沒給過我 你懂嗎 她從來沒給過我六十萬 女兒對於買房和父親的養老金問題 均表示了否認 這樣的回應讓很多人更加疑惑 究竟是有人在說謊 還是事情本身存在誤解 為此現場主持人和律師進行了詳細的調查 女兒說這房是她買的 然後不認同您剛才說的 關於錢 女兒說就沒有這回事 這是女兒給我們的回饋 這個錢是我後半生的養老錢 而且跟她一分關於沒有 而且這個房是我的房 這個錢變成了你才能夠買這個房的條件 所以說我這兩個訴求 一個就是說我有犧牲之力 我養老有錢的保障 我別的媒體就說我不管她窮不窮 富不富 我沒跟她說你每個月要給我養老金 一個月要來多少回 女兒你現在的目的是想把錢要過來給她絕交 還是說錢可以往後放一放 她只要能夠緩和好關係給我養老 您說這我同意 她養老能給我錢更好 您說我圖什麼 我圖一個就是安穩的生活 她說了 你現在在明確你的訴求 我就想爭居住權 還是想要錢 還是說我想給女兒緩和關係 到底屬於哪一種 您知道我心太大我都想要 都想要 這三個都想要 房間也想不 然後你把她錢要回來了 然後女兒還在笑經濟 你覺得可能嗎 是 目前看是不存在的 那您這樣 那您優先選一下 房 錢和女兒緩和關係 您按個順序 您主要想怎樣 房要有個居住權 因為這個現在才是四居室 你要不給我留一間房住的話 那你就把我原來那房錢 你折給我 還有我這個養老金 必須給我 好 你剛才你說要救助權對嗎 就現在這個房子 那你前妻如果說給這個房屋有關係 你仍然願意過去和她住在一起嗎 我現在您知道我的真實想法 把那錢給我 完了以後呢 這個房錢呢 您要說不給我居住權 您把我那份房錢 按法律規定 你該給我多少 給我多少 所以說呢 那你剩下的就是要么就是翻臉 打官司堅決要過來 要么呢就是考慮到親情 另外解決居住問題 不是 剛才您說的呀 我特別贊成 就是說 我從我的本意來講 跟我這閨女啊 我並沒想給她弄得什麼法律上 怎麼這麼著 我沒這麼想 她必定是我閨女 我現在社會的親人只有她 而且還有這麼一點 子之錯 父之過 我不是沒責任的人 可是如果像您說的 您女兒要不同意 那怎麼辦 我聽律師的 法律手段 我也得找這個錢是保命 錢 必須要 一斤藥 只濃縮二兩高 哪些人更適合葛洪藥高 風濕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關節腫痛 葛洪藥高 選用廣西十萬群山道地野生藥材 一斤藥 只濃縮二兩高 風濕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關節腫痛 還是那些老毛病 試試 葛洪牌 桂籠藥高 說身邊案例您法理情理 接下來進入我們的律師提議環節 在兩個方面給您講一講 一方面我想說說關於您的賢養問題 您現實的需求還是非常明確的 因為您的身體狀況 確實手頭也比較緊 如果是靠退休金的話 剛剛夠維持自己的生活 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居所 還要去喬病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那作為您的女兒 我覺得在法律上 您可以要求她 進到賢養義務 要求支付您賢養費 這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李律師 賢養費 它不僅是包括生活費 和不能報銷的醫藥費 還包括你的住宿的費用 將來假設要請了保姆 保姆的相關的費用 前提是你有這個需要 實際花費了 而且你自己的經濟能力達不到 你的女兒有相應的經濟能力 因為你現在是獨生女兒嘛 也有這個法律的義務 因為不存在第二個人替代她 賢養費的問題 你應該很清楚 這不是你主要的訴求 與其找我給你拿主意 法律上能不能打得贏官司 其實還不如說 是想讓我們給你一個台階下 你真的很糾結 不道觀不得意你不想翻臉 但是你又覺得不翻臉 有可能這個錢拿不過來 在拿錢和翻臉之上 你糾結了好久 所以說我要給你綜合的分析 我們想說的是主導你給他調節 假設我們是你的女兒 我們一定會認為 我的父親將來一定要再婚 有可能被別人騙 被別人把財產控制走 在這種情況下 我要把財產控制住 當我父親需要的時候 我會照顧他 我會挖在我父親身上 你的女兒應該是這麼一個 正常的思維 如果他是這麼想的話 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沒說他法律上控制 你的錢是合法的 如果說你有證據證明說 我女兒就是想佔用我的錢 財對我進行儀器 這樣就達到了 你給女兒翻臉的地步了 是否給你女兒翻臉 你自己要做一個判斷 如果是前者 我覺得沒有必要翻臉 給他好好協商就完了 對於是否打官司 是否能打贏 你要考慮第一個因素 我們分析你十有八九存在一種承諾 和你前妻的承諾 離婚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財產都歸你 包括離婚之後 以後掙的錢我都歸你 我一定對你負責任 你的妻子就發自內心地就認為 你名下的他名下的 他認為都應該是歸女兒 事實上都已經旅行完畢了 都把房交給女兒了 錢都交給女兒了 在這種情況下 你如果到法案再打官司 法案就會說 你這是有偽誠實手信的 你這種行為 是不受法律支持的 所以說你要考慮就是 他們是否手裡 有這相關的證據 包括你寫的書面的東西 包括他給你的錄音 如果有的話 你官司肯定就打不贏 而且在我們採訪你女兒的時候 你女兒說她手裡有證據 不怕你打官司 這是你要考慮 他手裡的證據 決定了你官司的輸贏 如果你認為他手裡有這個證據 你肯定官司也不能打 如果他沒有這個證據 從法律上對你有利的一點就是 婚姻法司法解釋明確規定 在自己孩子結婚的時候 如果家長給他買房屋 首先是同事贈予 但是這個房屋你不是給他買了結婚的用法 而且你前妻也住在裡邊 在這種情況下不能適用這個法律規定 更何況你是把自己賴以生存的養老的房屋都賣了 把自己的養老金都拿出來了 這也不符合你給他買婚房的這種實際情況 如果有給錢的行為 首先推定是接待是符合公平原則的 符合常理的 如果你的女兒認為是贈予關係 她必須承擔舉證的人 不能舉證法院就會推定是接待關係 你有權利要回北京加上利息 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要舉證證明這個錢有轉賬記錄 所以說也有對你有利的法律規定 也有對你無利的 你自己要綜合考慮一下 親生女兒只有一個 女兒的幸福是你最大的幸福 你對女兒發自內心的 我相信女兒也會對你好的 好是互相敦仲出來的 而不是互相攻擊出來的 對嗎 還有我想給您一個建議 這個平台上來過很多的再婚的 這個老年夫妻 我們也幫他們處理過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不一定非得 有好多好多錢咱能找後老伴 您找後老伴可不可以 可以 這是您的權利 您現在是個單身呢 您有這個權利 你需要找一個相依相伴 陪伴您終生的人 對吧 當然可能還有一些想法 就是希望找一個年輕漂亮一點的 然後他還能照顧您的 因為您身體不好嘛 您覺得我怎麼才能實現這個願望呢 我必須得有錢 但是所有以這個前提 而結合的 這種 就是說半路夫妻也好 這個西洋紅也好 沒有什麼特別多好的結果 你要用錢撐到最後 因為你是因為錢開始的 你當年跟你的前妻結婚的時候 他看的是你的錢嗎 是不是啊 說得非常對 而且你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你沒有考慮 往往就將來的再婚的另一半 一定他也有孩子 他的感情也是放在他孩子身上 因為您的慣性思維 您的這個大半輩子走過來 您一直是非常要強的人 我一直工作上 是吧 我在家錢上我沒虧過別人 我沒虧過任何人 所以您到現在也是覺得 我必須得有錢 但其實大哥 您非常有個人魅力 就你的這個性格啊 而且你能夠給女性的 並不一定非得是錢的 比如你肯定應該很幽默 是吧 有很多的愛好 比如愛出去玩啊 或者愛有很多 就是能夠給別人帶來快樂 我覺得這些都是 如果是以這些作為感情基礎的話 你也學著去多關愛別人 您不是說了嗎 在前一段婚姻里 您的關愛少一些 對吧 這人呀 都到了這歲數說再結婚 當然不乏有很多人 我說老了老了 我還得再去找一個有錢的啊 不排除有這種人 但是都想找一個伴 相互關愛 不是說我找一老伴 他就得伺候我 憑什麼呀 相互關愛 相互扶持 今天先生可能遇到的 這個棘手的問題 並不是短暫暫時 這一段時間發生的 在今天無論是跟前妻 還是跟女兒的這一場 情感上的糾葛 而這個糾葛到哪一戰算結束 恐怕要有一個人 首先真誠地站出來 真誠可以化解很多 畢竟你們是骨肉親情 所以先生如果我們抱著一種 要跟他打官司 要跟他血戰到底的一個心態 恐怕您失去的不是錢和房子 你最終失去的是自己的親人 喔 謝謝 向日人 欣賞